前面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半导体的导电原理 跟N型半导体P型半导体工作原理 那接下来我想要在最后呢帮大家这个统整一下 那当然这里面呢不止复习 而且还有怎么还有几个我们前面 没有特别讲到的这个深入的概念 所以各位这里要怎么样 要仔细的体会 那你可以在前面呢打一个怎么样 打一个大大的猩猩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叫半导体的分类 那当然半导体的分类标准有很多种 那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实际的范例 那我们也有怎么样 有很多种不同分类的标准 你可以分作 这元素半导体化物半导体点点点 好不过呢根据怎么样 根据我们这个理论呢 其实我们怎么样 我们先分成三大类 一种叫本质半导体 一种叫N型半导体 一种叫P型半导体 那当然你也可以写说有两种 一种叫本质半导体 另外一种叫什么 叫参入杂志的叫益质半导体 那益质半导体呢 又分所谓的N型半导体 P型半导体 好不过我想这个是属于文字游戏了 这国文问题 所以我们怎么样 根据我们这个实用性 我们就分作三大类 那所谓的本质半导体呢 简单说 它的价电子的总数呢 等于8 我们刚讲 这个锡呢 跟锡 彼此呢 以供价间结合 符合八导体规则 这外面价电子的总数呢 等于8 如果是N型半导体的话 好你可以再怎么样 在纯锡中 加入五价的元素 那根据八导体规则的话 它会多一个电子 它价电子的总数呢 就变9个 因为它多出一个电子 而电子在负电 这个自由电子可以导电 那我们叫做N型半导体 叫Negative Type 好相对来讲 如果你加入怎么样 加入这个三价的元素 那三价的元素的话 那根据什么 根据八导体规则 事实上它会怎么样 它会少一个电子 那少一个电子呢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看过 这个大风吹的这个动画 那负的往左 就相当于怎么样 相当于这个空位呢 往右 所以负的往左 就相当于怎么样 正的往右 所以我们讲 假想这个电动带怎么样 带正电 所以它叫Positive Type 叫什么 叫P型半导体 就价电子的总数7的话 那我们可以叫什么 叫P型半导体 那这个图呢 我再怎么样 再帮大家放大一下来看 各位如果是在纯的细中 彼此是以贡价件结合 但是我们讲说 那基本上还是有些电子 它的能量怎么样 能量特别大 这有点类似像 马克思维数率分布 以前我们讲到的 类似像蒸发 或者这样什么 像太阳的 这核融核 你虽然说平均值 并没有办法让贡价件的这个借力 但是总是有些怎么样 总是有些 这个电子呢 它能量特别大 就像你说考试呢 再怎么来还是有人考得很高 对不对 你说全班平均50分 那可能还是有人考八九十分 你平均值呢 平均能量 并没有让贡价件的产生断建 但是就是有一些电子能量特别大 好电子呢 脱离这个贡价件 形成所谓的电子电动队 那利用这个电子电动队呢 这个纯的细 它就可以导电 不过我们讲说 这个电子电动队呢 这个个数并不高 大概怎么样 大概五兆个原子 才会产生一组 所谓这样的电子电动队 所以基本上呢 它的导电度 没有怎么样 没有像导体那么高 导体的话 是一个原子提供一个电子 那它变成是五兆个原子 提供怎么样 提供一个自由电子电动队 出来导电 那其实导电度呢 跟导体还是有蛮大的这个差距 但是相对来讲 它又比绝原体好 这个绝原体大概一抹个原子 才能够提供一个自由电子 所以半导体的导电度 确实借在导体跟绝原体之间 那我们说怎么样提高它的导电度呢 这简单 第一种方法就是加热 好加热的话 你的怎么样 你的供价件的断件也就越多 所以半导体呢 它的怎么样 它的电子特性跟金属不一样 如果是金属的话 一般它是温度越高 而电子越大 可是呢 半导体是温度越高 电子越小 为什么呢 因为温度越高 它的自由电子电动队越多 它的导电度越高 相对来讲就是电子比较小 不过你要靠提高温度呢 去增加它的导电度 有一点缓不济机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加入怎么样 加入五架的元素 而且我说半导体应用的价值在于 我们能够改变这个材料的导电度 各位 你加入比较多的五架元素 导电度比较高 你加入比较少的 这个五架元素导电度比较低 如果你加入五架元素 根据半导体规则 它会多出怎么样 多出一个电子出来 好 所以这个我们叫什么 叫做N型半导体 那相对来讲 如果你加入三架元素 它会少一个电子 那就等于什么 等于多一个电动 所以这个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带正电的电动 叫做P型半导体 好 所以这个N型半导体 P型半导体 跟本质半导体 这三个的基本原理 各位一定要这个辽若执掌 非常的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各位在前面呢 可以打一个怎么样 打一个大大的猩猩 就是我们讲的N型半导体 P型半导体 它到底带正电还带负电呢 各位 那事实上大佬中心 也有考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算是在概念性 这个蛮深入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说 老师这听不太简单了吗 N型半导体不就N吗 不是negative带负电吗 P型半导体不就是positive 不就带正电吗 来各位错 它们都是怎么样 它们都是电中性 为什么它们都是电中性呢 来各位 我先考大家一个怎么样 考大家一个酸减的问题 不晓得以前化学老师 有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 好 在酸性容易中 比如说在HCl水容易中 好 酸性 H振的浓度比OH负大 那请你告诉我 它带正电还是负电 各位 H振带正电 OH负带负电 那酸性容易中 H振的浓度比OH负高 那请你告诉我 它带正电还是负电呢 各位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电中性 你这样想HCl 它是电中性 H振Co负 这电中性 电量等于零 纯水也是电中性 那电中性加电中性 当然是电中性 你不能说 老师 可是现在H振的浓度 比OH负高 各位 你这样子配对 其实有点配对错误 为什么 因为当初怎么样 当初HCl 对不对 H振Co负是一对 那H振OH负 这个水是一对 好 那只不过是因为 负的这个种类不一样 振的种类一样 所以你看 两个振的加起来就比怎么样 单纯比这个要来的高 那你这样子比不公平 那你两个去打一个 那当然是怎么样 当然是不公平 你要怎么样 你要这个振 再加这个负 你发现加起来总电量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电中性 所以基本上你会觉得说 H振比OH负高 所以好像带正电 各位那是一种错觉 那是一种概念上的错觉 不是它其实电中性 那同样的道理 NaOH好 在碱性的水溶液中 这OH负的浓度比H振来的高 好 你不能说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就带怎么样 带负电 我刚讲 这两个带负电 这两个带正电 你要这样子比 你不能这两个加起来去打 去打一个这样子打 当然是怎么样 当然是不公平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我们讲的这个N型半导体 各位你稍微想一想 你原来的锡 它是电中性 对不对 好 你现在加进去的是5价的原子 各位你加进去的是5价的元素 这个5价的元素 基本上它是怎么样 它是电中性 它是原子 各位 它怎样 它原子的正跟外面的电子的负 加起来什么 加起来是零 所以基本上它是电中性 你既然电中性的5价元素 加到电中性的存细中 它当然是电中性 我刚讲 你不能说 老师 可是现在怎么样 现在自由电子比电动多 各位 你不能够怎么样 你不能够这样子比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的自由电子 比电动来得多 那是因为怎么样 那是因为5价的元素 对不对 它提供了一些自由电子出来 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刚刚讲的这个酸减 你不能说 这两项合起来去打一项 你这样子比 当然是输 你要怎么样 你要讲说 5价的这个元素 它是电中性 好 它的电子跟原子 加起来是什么 加起来是电中性 你原来是纯系 自由电子跟电动 加起来也是电中性 所以电中性加电中性 加起来当然是电中性 你不能两项打一项 这样打 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不公平 所以N型半导体是电中性 各位 P型半导体也是电中性 你现在是拿电中性的三价原子 加到电中性的纯系中 它当然是怎么样 当然是电中性 所以各位 这个概念基本上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话 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怎么样 都会误会说 N型半导体带负电 P型半导体带正电 其实错了 它们都是电中性 好 那每次呢 如果我们要按照刚刚这个画法 画这个图 我想是有一点累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发展出一个东西 叫做简单图示 好 这简单图示呢 来各位 我现在呢 把这个图呢 再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那以后N型半导体 我们就这样画 好 为什么这样子画呢 各位 第一个 你看 符合我们刚刚讲电中性的原理 而且那些能够跳出去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自由电子 对不对 你看正负加起来是电中性 好 那我们讲说五架的元素 它叫什么 它叫做donor 好 这个donor 它负责丢出一个电子 各位 丢出一个电子以后 它就会带什么 带正电 原来是电中性 你丢出一个电子以后 它当然带正电 所以这个正 其实就是一个五架的什么 五架的这个原子 这个中间怎么样 中间这个原子 所以以后N型半导体 我们就这样画 好 第一个 它符合电中性 而且能够丢出去的是什么 是带负电的自由电子 那相对来讲 这P型半导体我们就这样画 好 这个正就有点像电动 我们讲电子如果补进来 这个电动是不是好像等下就跑出去 这个大风吹的游戏 对不对 电子如果进来 这个位置就离开 各位 那一旦怎么样 一旦这个位置离开 也就它接收到一个电子 接收到一个电子 它叫做受体原子 受体原子 它就怎么样 它就带负电 你原来是电中性 对不对 你接收到一个电子以后 它当然就怎么样 它当然就带负电 所以以后P型半导体 我们就这样画 这样画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 这个杂质的浓度 那纯的细的话 它是每立方公分 5乘上10的22次方个细原子 这个数字呢 各位不用特别去记它 那五架元素呢 我们掺杂进去五架元素的浓度 大概是每立方公分 10的15次方到10的18次方个 那根据我们需要它的导电度来决定 好 不过这两个数字呢 其实你比较一下下 各位你看 细原来它的个数的这个 跟着密度是每立方公分 5乘以10的22次方 你现在加入了怎么样 加入了每立方公分 10的18次方个五架元素 那大概怎么样呢 大概取代率多少呢 各位 这10的22次方 这个10的怎么样 10的18次方 差了10的4次方 大概每5万个细原子里面 就有一个被取代 每5万个里面就有一个被取代 好 美术老师 这样它的导电度有什么用 有各位 那这样等于它的导电度提高了多少 提高了 你原来是5兆个原子才能够产生一个电子 可是现在呢 你变得怎么样 你的取代率 这个大概是什么 大概是5万个 这个细原子就有一个被三价或是五价元素取代 那基本上你的导电度 等于提高了怎么样 提高了将近有10的8次方 提高了将近有10的8次方 也就是说 它的导电度呢 剧烈的剧烈的被提高 所以如果考试考你说 那N型半导体 B型半导体 它的电阻呢 各位 它的电阻就有一点类似像什么 类似像这个金属导体了 等一下呢 我会用一个实际的范例算给大家看 这纯的细呢 这个很难导电 好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的导电度呢 提高10的8次方倍 那从原来的5兆个原子提高一个电子出来导电 那增加到怎么样 5万个原子提高一个电子出来导电 你把它导电度等于提高了多少 提高了10的8次方 也就提高了怎么样 提高了1亿倍 那基本上提高1亿倍 这导电度呢 就怎么样 就相当可观了 它就有点像怎么样 有点像是金属导体一样 当然我们刚讲 半导体一个重要的价值在于什么 在于它的导电度 是我们可以人为控制的 我们可以加的多 导电度高 加的少 导电度低 这是其他材料呢 这个怎么样 这个没有办法做到一个特性 好 来 接下来 那这个数字呢 你不用特别去记它 你只要听过 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至于说载子 那我们讲 这基本上呢 这个自由电子电动 其实两者都有 那只不过是呢 它会有所谓的多数宅子 少数宅子 当然在本质半导体中 这个自由电子电动呢 是浓度一样 我们讲 共架件产生一个自由电子 也就相对来讲 产生一个电动 好 所以这两个是哪 这两个浓度一样 我说你想不通 你就把它想成什么 想成酸碱 那在纯水中 那H正跟OH负 浓度当然是一样 好 可是在N型半导体中 因为你加进去的是五较元素 所以它的自由电子 会变得比较多 所以自由电子呢 叫做多数宅子 而电动叫少数宅子 好 那相对来讲 如果是P型半导体的话 这个电动呢 就变多数宅子 自由电子变少数宅子 那我说 你可以把它想成说 这有一点像什么 有点像在酸性溶液中 酸性溶液中 H正比OH负多 我可以说这个H正 叫什么 叫多数离子 对不对 这个OH负叫少数离子 我说你想不通 你就把它想成什么 想成酸碱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宅子浓度 那我们刚刚讲 跟这个酸碱呢 它是怎么样 这个计算有点类似 好 你用N乘上P的平 N乘以P呢 就会等于Ni的平方 我们讲说 如同怎么样 如同你在存水中 这个水的离子基 H正的浓度 乘上OH负的浓度 等于怎么样 等于这个水的离子基 那如果是在存水中 10的负7 10的负7 乘起来就变成 10的负14次方 那基本上 它就有点类似 像化学平衡 那接下来呢 第十个叫做物性 什么叫物性 就是物理特性 那如果是细的话 它的质量密度 是每立方公分 2.33克 每立方公分 2.33克 那你说老师 那N型半导体 P型半导体呢 各位 其实N型半导体 P型半导体 它们的密度 它的熔点 费点 它的物理性质 那几乎都跟存细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这取代率 大概只有五万分之一 各位 这五万分之一 其实比例 比例并不高 所以如果考试 考你说 如果N型半导体 P型半导体 它的密度多少呢 你就写这个 就跟怎么样 就跟纯细一样 那基本上 它的密度差异性 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怎么样 我们虽然好像放了很多 五价三价的元素 可是取代率 只有五万分之一 各位五万分之一就 趋近于零嘛 对不对 所以它的怎么样 它的密度 融点 费点 它的物理性质 基本上都跟纯细 这个接近 只有一个东西不一样 各位 什么东西不一样 就它们的导电度不一样 它们的电阻率不一样 这物理特性里面 只有怎么样 只有它们的电阻率不一样 好 那接下来 第十一个 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能带的理论 好 那我们讲说 如果是纯细的话 那基本上 好 它的传导带 价带的这个分开 那其实也没有说 特别多的这个电子 带着在这个传导带中 当然我们刚刚讲 你有可能说 有些电子能量特别大 少数的电子跑到怎么样 跑到这个传导带中 它可以导电 但导电度很低 那N型半导体中 等于是制造出了 一些多出来的电子 占据什么 占据一部分的传导带 所以如果你现在加这个电压 它就可以流动 好 如果是P型半导体的话 等于说 我在原来的架带中 有空的鬼域 各位 如果你现在都塞满 假设你这样想 教室里面 每个位置都已经坐满同学了 对不对 那你能够换位置吗 你能够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吗 就不行 如果教室里面 每个位置都已经坐了人 对不对 那你就不能够怎么样 你就不能够玩大风吹的游戏 可是呢 如果教室没有坐满 没有坐满 这样子怎么样 大家还是可以换座位 这电压还是可以怎么样 还是可以移动啊 好 所以如果是P型半导体的话 它空的鬼域 这也可以让怎么样 也可以让这个电子流动 好 所以在这里呢 我帮大家呢 这个怎么样 这个先快速的 好 帮大家复习一下 那当然也讲到了一些新的概念 好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物理特性 前面呢 我们在讲半导体原理的时候 没有特别讲到 那我希望呢 各位读书要先这样 要先抓住重点 再来补细节 对不对 好 像这个物理特性这种 就是属于细节 我们先抓住这个核心的价值以后 好 再来补这个细节 那另外呢 我也希望大家呢 以后学到的东西 能够用表格的方式 用图的方式 好 所以像老师有一本叫什么 叫学习地图 这学习地图就是把这个概念性的东西 我们用图解的方式呢 好 就用一个架构分类图的方式 把它怎么样 把它统整起来 所以像表格 这个架构图 这个是属于怎么样 是读书里面 属于比较高级的一个 读书的技巧 就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 把它统整起来 好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原理 基本上我就把它统整在这一页里面 那我希望大家呢 这个用心的去体会它